杨过共娶了三个妻子 生下妻子 五个是旷世大侠 两个是魔教教主 杨过封神俊朗 是金庸笔下最俊美的男主 没有之一 达至杨过聪明机智 诙谐幽默 又是一位狂傲不羁的男子 如此完美之人 却娶了一个丢失真洁的小龙女 反观成英 路无双 他们二人也都情迷杨过 为何却不能和杨过走到一块 至于杨过 金庸为何非要让他遵循一夫一妻子 他像韦小宝那样 赵丹全收不行吗 有趣的是 身为作者的金庸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在后继里如此写道 杨过初出场时 向韦小宝 聊拨了不少美女 他不该苦等小龙女16年 应当先娶公孙绿厄 得到岳母 给他半立绝情丹姐的身上情花之毒 再娶成英 路无双两个美女 最后与郭湘定情 然后到绝情谷去 握着郭湘的小手 坐在石上 瞧瞧小龙女有没有来 他如不来 再娶郭湘 也就心安理得 这样 杨过变成了聪明的伪小宝 是啊 或许金庸将杨过 塑造成一个痴情专一的男子 有他的情节 但在读者的心目中 成英温柔如睡 知书达理 路无双则是活不可爱 他们二人闯荡江湖之时 曾和杨过合力抵御李莫仇的追杀 可谓是生死与共 凭什么小龙女 就能和杨过走到最后 成英 路无双就要落得 一个终身未嫁的悲凉结局 笔者认为 杨过倒不如将成英 路无双一起娶了去 只因小龙女也在绝情 谷谷地饱受过16年的相思之苦 作为过来人 小龙女深知情最伤人 得知成英 路无双依旧情迷 杨过不想嫁人 小龙女动了侧隐之心 于是在小龙女的劝说之下 杨过又娶了成英 路无双尾妻 一男三女 就此在古墓 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数年之后 小龙女 成英 路无双替杨过 生下了七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杨破天 杨破天的破象征攻破 天则暗指元朝 寄托了杨过 希望杨破天 能够接过驱逐达辱 还我河山的战旗 杨破天恋成了杨过的 黯然销魂掌 还将黯然销魂掌改良成了 不需要借助黯然情绪的 大九天手 杨过死后 蒙古人更是在中原上 为非作歹 杨破天一怒之下 改名为杨鼎天 从此成了明教的一员 在历经多年的磨练 杨鼎天终于成了明教的教主 他不但拒绝了 波斯总教降服元朝的指令 还将明教整顿得蒸蒸日上 非要和蒙古达子周旋到底 第二个儿子杨继侠 杨继侠的迹象征传承 侠更是顾名思义 合起来就是继承了杨过的侠义 将杨过神调大侠的威名 继续延续下去 杨继侠主攻九阴真经和玉女心经 后来成了古墓派的下一任掌门人 生有一女换作杨秦霄 她就是在以天时代 她步履轻盈 如同行走在云端一般 她练成了古墓派的绝顶轻功 还在杨过的指导下 练成了郭靖的轻功上天梯 第四个儿子杨敬仇 杨敬仇的靖代表郭靖 敬仇的寓意就是要替郭靖报仇雪恨 为了能够闯入蒙古军营 刺杀忽必烈 杨敬仇苦练三门神功 分别是桃花岛一脉的弹指神通 以及古墓派的御风针和冰破银针 为了能做到一击必杀 杨敬仇不断服食扑驱思舍舍胆 内功修为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弹指神通以及御风针和冰破银针 一经施展威力惊人 可谓是佛党杀佛 魔党杀魔 第五个儿子杨敬仇 杨敬仇自小就对毒术情有毒钟 并展现了他得天毒后的天赋 在杨敬仇十三岁的时候 他就练成了蛤蟆功 还将欧阳风自创的逆转经脉之法 烂熟于胸 杨敬仇不愿继续待在古墓 他从古墓的水道前出 打算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杨敬仇东游西荡 一日来到贵州苗族 他见这里毒虫猛兽甚多 于是在苗族建立大本营 最终成了五毒教的开山鼻祖 第六个儿子杨敬天 杨敬天的寓意为傲骨争争 不屈不挠 有着超越天际的志向和气魄 杨敬天自小就对剑法颇感兴趣 他最后在杨敬的指导下 山红练剑海巢练功 练成了大乔布公 所向提米的玄铁剑法 第七个儿子杨敬寿 杨敬寿是杨过七个儿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他不像哥哥那般拥有雄心壮志 却喜欢和小动物们一起玩耍 久而久之 杨敬寿居然练成了一门兽语 能和飞禽走兽交流 杨过见他不仅能和神雕聊天 还能和万兽山庄的百兽畅所欲言 这才给小儿子取名为杨敬寿 还传了他桃花岛一脉的五行八卦阵法 在杨敬寿的召唤之下 神雕以及万兽山庄的豺狼虎豹 都能按照五行八卦的阵法各自站立 杨敬寿也成了后世江湖 继史书冈之后的第二个兽王 综上杨过共娶了三个妻子 生下七个儿子 五个儿子都是明阳四海的旷世大侠 唯有杨破天和杨独禅离经叛道 一个成了明教的教主 另一个则成了五毒教的开山鼻祖 二人都是魔教的一教之主